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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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我们的感情都挺美好的 他就总是逼我 我希望他能冷静冷静 让我们恢复从前的状态 掌声有请 这一对有请 胡先生28岁来自河南声乐老师 小林28岁来自山西职员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一个河南一个山西 现在到底在哪儿生活呀 在北京 在北京生活 对 在北京 在哪儿认识的呀 我们是在朋友的生日聚会上认识的 北京的朋友生日聚会上 对 那大概是多久以前的事 大概现在我们在一起 差不多快两年左右了 都快两年了 对 今天谁要来的呢 是我要来的 来干嘛 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俩其实关系挺好的 他也挺切就我的 我觉得这个男孩子 对我们之间的感情 也思考得挺多的 所以我就想进一步去发展 我想着结婚左右嘛 因为我们年龄也就大了嘛 但是我只要跟他提 有关结婚这方面的事情 他就特别生气 反应就会特别大 为啥 我觉得结婚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事 然后我觉得我们 不是 严肃也不至于发脾气啊 我觉得我对我们的婚姻是有一个规划 我们是要结婚 但不是现在 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现在时机还没成熟 我觉得可能两三年之后 是等时间的还是等时机 这是两件事啊 等我变得更优秀 我的财务可以更自由的情况下 就是你觉得你现在还不能结婚呢 说白了不就这意思吗 对 我觉得我现在结婚的话 可能会让他跟着我受苦 我希望有一个好的平台之后 然后再给他一个美满的生活 他老是就是拿这一套理论来说我 后来就是我想一下就是 他父母肯定也不是这么想的 肯定也是希望孩子能够有幸福的家庭嘛 我跟他提过见父母这个事情 然后他就辅决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俩是以结婚为前提的 肯定是要见一下父母的 而且又是大过年的 再等一个过年都三年了都 然后我就在他没有允许的情况下 他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就买了票 然后去他老家 我第一次说跟他父母就见一下面嘛 我本来以为他父母是知道我的 最起码知道他是有女朋友的是这样的 但是我挑了好多礼物啊 大过年的我跑到他家的时候 他父母根本都不知道我是谁 就搞得我特别尴尬 你进门是怎么说的 就是那个叔叔阿姨好 你找谁是吧 对对对 通常我问你找谁是吧 对对对 叔叔阿姨好 我是那个小胡的女朋友 那个 嗯 他把我说嗯 真是这样 然后我就特别尴尬 然后只说过年就是回家路过 他不在家吗 他没有在 因为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回去 他又说工作特别忙 没时间真的那个 对 等于你私底下偷偷地 未经他允许就拜访他父母 对 你发现他父母 连他有没有女朋友都不知道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后来那我就是只能说 阿姨那个我就是回家 顺便路过这个 这个礼物您收一下 那我跟不好意思 我打扰了 我就走了你知道吗 后来我就实在是越想越生气 这个事情 我们是已经和我以前提的 你怎么能对父母上面还保密呢 我实在是太生气了 我跟他打电话 我说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比我还生气 哎呀 你为什么去我家呀 没跟我说 就是这条理论 然后我大过年呢 我一个女孩子 我拎着心理箱 我四处地去找酒店 我 不是正常反应 不是应该马上打电话回家 说这是我的女朋友 你们好好招待一下吗 打了吗 没有打 因为当时 为什么不 因为当时她在就是比较晚的时候 是不是 不仅仅仅是里面的 我也不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我也很在乎就是他的感受 有一段时间白天我是在培训中心上课 我就想在空余时间去接一些私人的演出 然后我就跟他商量 我说可不可以 然后结果当时他也很感动 也很理解 因为我的目标是要买房 然后给我们未来有一个交代 他说就是我们以后有了房之后 我们就可以计划我们的未来嘛 然后我觉得真的挺感动的嘛 然后他肯定说要多加班多赚一些钱嘛 我又不能说不行 我说行 那你去吧 但是我点头答应是一回事 但是他办起来他又是一回事 就他自从加班之后 我一个星期见到他的次数真的是屈之可数 特忙 对 那真在忙是吗 对 后来我也觉得他真的在那么忙嘛 后来我就说 那我就自己主动一下 我就去看一下他嘛 后来我就跑到他公司 但是我发觉我只要去到他公司 他就很不开心 为啥 我觉得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就是我在工作中正投入的时候 尤其是做艺术 就是很不喜欢被人打扰 而且 您那是培训机构不是 对 培训机构 你教什么呀 但是我们教声乐 教声乐下了课不就没事了吗 对吧 我们也会准备很多演出 其实也是要消耗很大的心思 不是 那也没啥呀 喜欢你爱你的人 你爱的人来看你应该很高兴啊 刺激你的创作欲啊 我理解是这样的 但是有几次他来 就是他一进培训中心的门 然后他整个脸都是拉下来的 然后他直接就过来 就对我一顿质疑 然后一顿怀疑 什么一顿质疑 那这确明了我的想法 他是对的 你根本就是在公司里面 对我身份进行保密的 而且我拉着你也是有原因的 你为什么老是挑对你好的说呀 那你为什么不说 我大老远的去看他 然后他 我给他发信息 他说他忙 我中午发吃了嘛 晚上才回我信息 你那么忙 你多忙啊你得 然后我进去看他的时候 他大老远跟他那个 那个上司在那踏钢琴 在那笑 看现在不行啊 我大老远我都搁着玻璃 我都能看见你俩在那块笑 那大白牙真的是 我就 大白牙真的是 但是我们美声 本来就是需要有一个钢瓣 然后一个美声人声 再唱两个人配合 但是这个唱歌 我们是为了接下来的工作唱的 我们不是随便唱 就是情歌呀爱歌呀 女朋友来了 那女朋友不高兴了 误会了 陪个笑脸说 我们俩在准备晚上的排练 这是我女朋友啊 没事了 是啊 你当时啥反应啊 我很难说当时的那个反应 因为他的态度 他对我很多的质疑 然后被很多同事看到了 我的上司也因为这个事情 就跟我聊了好多 他就说你可不可以 不要把个人问题 带到工作单位上来 你去了说啥了 我就在门口 我就挺不开心的 我就问他 谁呀什么什么的 他挺反感这个事情 他扭住他就回去了 你知道吗 对 你也是挺傻的 你回去再问嘛 你非在公开场合问干嘛 对 后来我也没有多说 我忍一口气我就走了 然后我跟他说结婚这个事情 他说是不允许 说公司规定 我就说这什么年代了 就感觉真是欺负我不懂似的 那我就打电话 就给他扭上次 我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什么年代了 还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后来我就问的时候 人家是说公司压根都没有这种规定 你说你老是说你工作忙 你把私人感情挂在工作上面 我也很没面子跟着你 你知道吗 我也挺丢人 我在那个玻璃后头 真的 现在我听明白了 等于那次的事件之后 女生又跟男生提出要结婚是吧 你的理由是单位不让结婚 是你说的吗 是我说的 你们单位真有这规定吗 是这样的 就是单位没有明确规定 但是我们几个开会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共识 因为我们培训中心刚成立不久 两三年之后 等这个培训中心稳定了之后 然后大家就才可以放松一下 然后考虑一下个人问题 只是旁敲侧击地提了一下这个事 我感觉我当时的观点 也是很偏向于这个的 所以我就 另一方面也是招架不住 她平时就是好多次这样 就是说提结婚 然后我就把这个给夸大了一点 所以其实这傻姑娘还亲自去求证了一下 是吧 电话里 对 我就想戳穿她的谎言 其实是这样 这谎言戳穿了怎么着啊 我就是挺生气 其实这个事情 然后我就是为了让她更在意我一些嘛 然后我就约了好多朋友在一起 酒吧呀 一起去玩 为了气她我还发那个照片给她 其实这个我就很不能忍受 主持人您知道吗 就是其实我俩一开始都是比较保守的人 从不踏进酒吧半步 然后我发现有一段时间 她经常都是玩到半夜两三点 更甚至她每次都会把照片发给我 然后这就让我就是很崩溃 然后心里也真的很不是滋味 后来就是我在酒吧嘛 她打电话过来 她说你回来吧 我说那你过来接我嘛 对吧 这才有道歉的样子嘛 然后她就来了 她真来了 我就在里面 我跟朋友说 我男朋友过来接我 然后我等一下要先走 我就在里面等她 我等那么长时间 人家不过来 等一下电话过来 她说你出来我到门口了 我一听什么都接 你过来接人 你肯定要接上我 然后你才走的嘛 你在门口你出来啊 这叫什么话 她就又把我扔下 她自己又走了 是她把我拉黑了 那我让你进来接 那你过来接我嘛 我们认识不止一天两天了 她也知道我从不踏进酒吧半步 然后除此之外 她对我发脾气 电话里发脾气 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 不是 咱在这儿 争这个对错有什么用呢 就是两个恋人之间 争对错有什么用呢 是 我感觉 咱们回到焦点嘛 女生想结婚嘛 男生现在还不想结婚 是还是不是嘛 是 那这个酒吧事件之后 这个你们俩的这个情感状态 到底在哪个维度上了呢 那件事之后 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挺愧疚的 我觉得我当时自己走是不对 我就想跟她坐下来心平气和 谈一下我们的未来 其实我总结了 之前经历过这么多不好的事 其实她是不喜欢我现在的工作环境 然后我就想就是改变一下 我们的情感 然后我就跟她试着提 我们要不出国发展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完全换一个环境 然后她再也不会 就是因为女上司而吃醋 不是 谁跟谁出国 我们俩两个人出国 就舍弃一切烦恼 然后我们出国发展一段时间 感情重归于好之后 然后我们再回来 我这脑子跟不上了 就为什么她们不好了 就到了国外就又好了呢 是吧 就因为换一个新环境嘛 是去国外结婚吗 不 不 不 你看我跟她说了 我说去国外也成 我工作一次了 跟着你去国外了 然后你又把我扔下了 咋整 我说最起码不结婚 订个婚就先吧 听听听听 我现在有点晕火啊 到国外 跟你们俩的这个情感 有什么关系啊 我觉得这个是一石二鸟的事 我既能就是学习到 更多的东西 然后我又能就是 给她一个新环境 不是 人家不要环境 人家就要结婚 结婚 我觉得情感跟结婚 本来就是两码事嘛 情感上升到一定层次 她才可以结婚 你们俩现在情感 没有上得到 结婚那个层次 对还是不对 对 我觉得她可以完全 按照我计划的节奏 然后这样 这样我们可能会更好 你说了一个 我感触最深的 这两个人 都在自说自话 你发现了 我需要这样 我才能娶你 这是男生说的 女生也在自说自话 我们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 我就是以结婚 目的谈恋爱了 现在到了一个时候 你不跟我结婚就不行 我就想出各种法子来 向你逼婚 两个人都在自说自话 你们确定这个 没提结婚之前 你们的恋爱谈得特好吗 对 只要不提结婚这个事 就是啥都好说 那就别结了吧 那 那人家们都结婚了 而且就朋友们 孩子都好几岁了 你说我到这个年龄了 其实 其实说白了就是 只要玩玩闹闹 不涉及正事 我们都行 但凡想在生活里面 稍微走扎实一点点 我们就会闹起来 是这意思吧 对 是不是这意思 对 你们听老师母好 给你们分析分析 好不好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们先来讲两个概念 私欲和公欲 私欲私人领域 什么是私人领域 我我们不得了 我们不得了 一份公欲 好 谢谢 我们不得了 他们就会 一直都不得了 很容易 自己的 我 好不好 我 您 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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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的特别 真爱你的男人 真爱你的男人嫁了不就得了吗 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 最近有很多不开心的事发生了 然后其实咱俩也互相伤害得挺深的 我就觉得咱俩可不可以就是先抽离出这段感情 就仔细想一想 然后考虑一下 是不是真的合适合适在一起 我觉得情感和婚姻它还是不是一样的 就像盖大楼一样 要有一定的基础 我 我懂了 我懂了 真的 我 对不起 我真的害你在一个时间 二十一岁到二十三岁我可以陪你打脸 但是 二十五岁到二十七岁 我不行 对不起啊 别说那么伤感的话 其实没什么没人说你们对错嘛 你就要结婚 你就找一个愿意娶你的人嫁就好了 你没有办法娶她 那你就跟她说对不起 我娶不了你了 好 谢谢两位的分享 请回吧 来嘛 有啥跟人说的吗 他就这样走了 我 我真的很难受 我还会争取 行了 按你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吧 谢谢 请回吧 下面这一对又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 各位来了解一下 他之前对我那么好 可是现在做什么事都跟我对着干 而且他现在对别的女生都比对我好多了 他的性格被我宠坏了 我现在就有一些经历和在他身上 他就天天跟我吵架 他就是不爱我了 以前我的事在他那都是大事 但他现在都不爱搭理我了 还不如分手算了 我希望我们能有彼此的空间 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为了成为对方的负担 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郭先生22岁来自四川学生 王女士22岁来自四川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听说高中就是同学是吧 是高中就认识 是同学 一个学校一个班级 在一个学校 但是不在一个班 不在一个班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 我们可以不做同学了 要做男女朋友 就因为之前不是认识嘛 然后后来知道 都在天津上到学 我先上聊着聊着 然后觉得挺好的 这女孩 然后就在一起了 对对对 缘分 最后结在了我们天津是吧 对对对 谈了多久啊 两年多吧 怎么了 现在累了 我没啥事 就是她想来 然后想来调解一下就 想来调解什么呀 姑娘 最开始吧 我觉得她对我挺好的 刚开始在写 她不是追我嘛 然后就是对我虚寒温暖的 对我把衣摆顺的 我跟她说我饿了 然后不到二十分钟 她就把东西 送到我家门口 比外卖还要快 然后把我宠得个女儿似的 然后现在倒好 就是我说什么 她就不听什么 都给我反着干 她大二的时候 就是为了一个女的 她组了个乐队 谁组了个乐队 就那个女生邀请她 然后她就答应了 她跟那个女生 一起组了个乐队 这组乐队很正常 喜欢音乐组个乐队 怎么了 不是 那个女的 她喜欢她 她之前 谁喜欢谁 那个女生喜欢她 她之前还跟她表过白 谁跟谁表过白 就是那个乐队的主唱 那个女孩子 跟我男朋友表过白 她没有同意 但是最后 她邀请她组乐队 我反对她了 她还是 就不听我劝 她们两个组了乐队 不是 她不拒绝她了 组乐队 组乐队去呗 这又什么呀 不是 你想 那个女生她喜欢她 她们成天组乐队 搞音乐 可是有什么了不起吗 那她不就引囊入尸吗 她知道这个女生喜欢她 听明白了 主要是吧 因为那个女孩子 她也特别喜欢音乐 知道吧 然后我们乐队 不止她一个女的 还有鼓手也是女的 对 然后都喜欢 就大一块了呗 不是 那个女的 不是向你表白过吗 但是我明确地跟她说 我说我有对象 我也可以跟你一起玩音乐 为什么就不能我跟你一起 主持人 我觉得我唱歌也挺好听的 是吧 我没听过 她唱得好听吗 肯定没人家唱得好听 主持人 你不觉得她就是 像人那个女生吗 关键是她跟那个女生 她们每天排练唱歌 就完了是吧 她成天在一起喝酒 天天在一起吃饭 什么叫成天啊 明明就不是嘛 你不是天天在一起吃饭吗 而且你还不答应我 什么意思 就一起吃个饭 她带上她对象 跟她们乐队的 一起吃个饭 我觉得没什么呀 没什么 确实没什么 而且你知道她们还喝酒 就两个女生 我不是担心她们出什么事吗 我就跟着过去啊 对对对 后来她都不让我去了 怎么说呢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 我后来不让她去了吗 主持人 我肯定不知道啊 那我跟你说 你就知道了 应该明白了 她宜宾的嘛 宜宾的你知道酒多 喝酒都挺行的 然后每次 因为我们出去演出 或者是有什么节目之内的 演出完 肯定男们也会聚一聚吗 乐队的成员 是是是 然后她非得跟我去 开头我就说 那跟我去吧 去了之后 她不跟别人喝酒 就光跟那个乐队的女的喝 一口一杯 一口一杯跟人家灌 把人每次把人灌醉 就这么个喝好 你说我怎么可能 让她去吗 我没有 我就只是跟她 多喝两杯而已 而且那个女生 她为什么 就不愿意跟我喝酒啊 我觉得她就是 心里边有鬼 天哪 你那是两杯吗 关键 而且你看现在那个女的 每次出去玩之前 聚餐之前 打电话给我 说这次出去 你对象来不来 问好了 如果对象不来 她才来 我怎么做嘛 你叫我啊 我多尴尬啊 不是怎么什么都是我的错 你听她就是觉得 我怎么我就灌太酒了 我明明就过去保护她们的安全 不是 你保护谁的安全 你还咋保护啊你 不是你保护谁的安全 我保护一下那个 那两个女生不行吗 帮她们挡一下酒啊 谁保护你呢 她保护我呀 她行吗 我不知道 我觉得她以前行 现在不知道 好了嘛 就能翻篇了吗 这个不能翻篇 还有其他的事情 说其他的 我觉得她更过分 我上次生日的时候 就一年就一次生日是吧 对 我觉得还挺重要的 然后她明明之前 就说好了她要陪我 然后结果到最后她跟我说 不行了 我没有时间 我不能陪你去 因为她们乐队有演出 又是因为乐队的事 但是我想着 我也不能那么无理取闹吧 我也不是那么无理的人 对 然后我就说让她去 也追求她的梦想嘛 让她去表演 但是我就提了一个 很小的要求 她们本来就演出嘛 她可以在台上 给我唱首歌啊 挺浪漫的 我生日她在台上 给我唱首歌 而且就是她说一下 她说 因为今天我女朋友生日 所以要给我唱首歌 好 结果她倒好 最后人家 跟台上小迷妹玩挺嗨 把我这件事给忘了 其实这个事吧 我解释一下 当时因为在台上表演嘛 就是你知道喜欢音乐的人 难免你融入在这个音乐里面 你就把你其他事给忘了 肯定会 然后当时就因为忘了这件事 然后就 对 就没想起来 反正本来也没想 在那个场合给她唱 对吧 想啊 肯定是之前是想的 不是 而且她到最后 她们乐队还唱了一个歌 唱的是说三就散 不是 你太背好 你是觉得 她就是给我唱的 她就有别的意思 我就觉得她是这个意思 不是 我怎么可能有这个意思 那首歌 因为去年的时候 前日三不是特别火吗 然后他们就讨论一下 觉得可以 然后就唱这首歌 对 我以为 你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 对对对 你前面没说那个 今天是我女朋友的生日 没有说 没有没有 那肯定没有啊 不是唱给她的吧 肯定不是啊 对啊 行 OK 不是唱给你的 那还有上次 我就觉得她 就没有以前那么照顾我了 她就是变了 最开始的时候 我生个小病什么的 她就成年在我身边陪着我 还带我去医院什么的 然后就叮嘱我 要多喝热水啊 要多吃药啊 然后就按时让我睡觉什么的 结果人家现在 前段时间我生病住院了 然后我打电话给她 我说我已经在医院了 你过来看我一下吧 我好忙啊 结果后来倒是过来了 她过来她跟我说 她要找我借钱 我找你借钱 不是因为我要买音响吗 我们乐队要用吗 然后我当时又没钱嘛 然后就找你借呗 不是我都生病了 你为什么还要找我借钱 你都不关心一下我 你跟我借钱什么意思啊 这是因为我们要表演 要买音响 然后来一起表演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没时间排练嘛 不能我一个人耽误了他们啊 对吧 她现在在她那儿就是 我就没有她的乐队重要 我生病了她也不在意 这个我确实听出来了 刚才提分手了吗 我当时因为这件事说了分手 说了 嗯 分成了吗 她不是也挽回我吗 然后我自己也舍不得 我就还跟她提了个要求 然后她当时还答应我 啥要求 让她给我写一首复合的歌 然后她答应了 结果这都几个月了 我都病都好了 歌还没写出来 歌写好了 忙 忙去了 忙去了 没想起这件事 忙 太忙了 我发现你的生活好像 就完全是乐队是吧 你比一个职业歌手还职业 你喜欢这些东西吗 没办法 你如果是一个爱好 你得顾及女朋友啊 我给顾及她了 是你女朋友吗 是啊 人家对你这个玩乐队意见这么大 为什么你不关注一下呢 她也不能扼杀我的爱好啊 她也不能 没扼杀你 让你唱啊 就不让我 就是不让我跟别人一起玩 我一个人玩也没意思没劲啊 行 除了乐队之外 你们还有别的不开心的事 乐队可以放一放了吧 还是说还有乐队的事 还有乐队的事 我的天哪 我很火 她就是把时间都放在乐队身上 她就 你是跟乐队干了上了吗 不是 你就是 上次上次 你自己说你想去那个音乐节 然后你说你没有钱了 我都说没事 我来出这个钱 我们一起去音乐节 然后就 人家就说 不 最后人家跟乐队去了 是 去了 为什么不带她 因为有了个女孩子 之前这么尴尬 我怎么可能把她带去啊 她说不定 说不定人家唱着唱着歌 她就把人家推到台上去了 那还说不定呢 少事做不出来 现在看来那个乐队的女主唱 是个关键了啊 她就是关键 我觉得她就是个问题 反正 要是她不推出乐队的话 我就得跟她分手 现在等于女生来 是要求她推出乐队是吧 对 我肯定就是 你要我完全放弃这东西 肯定是不可能 然后 但是理由我肯定也不能放弃 就是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选这东西 就是完全地选的话 要我做个决断的话 你客观地说 这男生怎么样啊 她以前是真的挺好的 别说以前 说现在 现在不太好吧 但我觉得 我就希望她能改改 改不了 她喜欢那个 其实说白了 那个是她自己 所谓追求的 年少时期的一个梦嘛 那是她的梦想 怎么办 我觉得能改呀 你看我们多 都这么长时间在一起了 你高估了 你现在在她心目当中的地位 乐队打几分 重要性 满分十分 九分吧 女朋友满分十分 九分吧 九分吧 一定要分个高地 主要是有一件事 在我心里面 我觉得我对这个事 我放不下 有事的 那你说呀 你看我们这孩子多能忍 就是她因为 因为我 就是没 她说我没什么时间陪她嘛 然后后来 给我拉分手 然后我满留了 她也没同意 没同意了 然后有一天 我就看了朋友圈 就跟另外一个 男的合照 我当时都懵了 我说这是啥情况啊 你说不是说我不好吗 你怎么一分手就找个 你这不是借口是啥 然后我就特别过意不去 这些事儿 然后呢 后来怎么又好起来了呢 后来我发现她朋友圈 发了一个给她们搬 搬花唱歌的视频 然后本来也挺舍不得的 我还气不过 当时她也没跟我唱歌 她就跟别人唱歌 我又找她和好了 然后和好快一个多月吧 我就本来觉得就和好嘛 你肯定得像以前一样 对我好啊 结果到现在 还是像以前一样 把时间都放在乐队上 她也不把心放在我身上 突然听明白了 那那个男生呢 就是一个朋友啊 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想气息她而已 你以前都不会发这种东西的 你跟我在一起两年多 从来没有发过 那我以前没有发过 我现在发说什么 你不就是想气息你吗 我就是喜欢她这个人 不然你说她 之后对我那么不好 我为什么一定要跟她在一起 我相信这个情感里 两个人都特别委屈 女生的委屈是 我那么喜欢你 你怎么就不懂我 对吧 男生也特别委屈是吧 男生说我没有别的想法 你怎么就不信我 全是细节上的小事 但是每一件事 都像针扎一样的扎你对吧 男生心里也难受啊 是 我就觉得啥事都管着我 我明明就 我自己觉得 我真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她的事 一件事也没有 但是她就是啥事 都是要跟我对着干 就是我们俩 她也不懂我吧 我也不理解她 你跟她分手那段时期 什么状态啊 轻松点了吗生活 也没人管 就没人管着了 就没人管着了 想干啥干啥自己 但是你 静孝心在想的时候 晚上比如说你一个人 在床上想 突然感觉自己的生活中 少了一样东西 就还是觉得舍不得 因为毕竟在一起 那么久着 习惯了对方了 反正就是难以割舍掉 毕竟女朋友 不管多少人都陪着你 就少是为了早想 但是这个乐队又是一个 你特别喜欢的东西 我可以 就是我可以一个人玩 我也可以 跟别人一起玩 换个主唱就好咯 生活就没那么麻烦咯 这是处理问题 最简单的思维方式姑娘 怎么选呀 她觉得要换 乐队的其他人 可能还不同意要换呢 想过吗 想过吗 所以在这个情感里面 有多少东西是想占有对方 有多少东西是因为爱对方 又多少东西是因为包容 所需要忍让的东西 你们听老师母孩 给你们分析分析 这段关系缺什么 应该怎么办 好不好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非常理解你们两个人 我既理解男生 也理解女生 男生说我就是有一个很好的爱好 我就很想为这个爱好 去努力 对吧 我们大家在一起很开心 年轻人的一个乐队 但我更理解女生 你的那个主唱 在他心里就跟个定时炸弹一样 就不知道哪天蹦就爆炸了 那叫什么 流水无情 但落花有意啊 这花你架不住 它天天往河里掉 我就捞啊捞啊捞啊 指不定哪天我就没捞干净 你们可能真的没有什么 我相信 你一点都不喜欢那个女主唱 但是你架不住 你们朝夕相处 每天都要排练 然后要一起吃饭喝酒 彼此开心的 笑着跳着敲着唱着 心有灵犀 乐理相通 我呢 我就在宿舍里一个人 想象着那个画面 我怎么办 那一次音乐节 没有带他 为什么 因为女主唱回去啊 原话 吃饭的时候 后来就不叫他了 为什么 我们员 想着陆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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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位 我呢 我呢 你呢 我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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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半夜饿了 她立刻二十分钟 就给我送吃的来 是 最初激情的时候 可以这样 但如果真正步入到 稳定的情感当中 我随时要求提出来 她都得快马加鞭去实现 你听起来这个逻辑 像是正常的状态吗 所以你说最初 她像女儿一样对我 现在不了 就不能一直 像女儿一样对待你 明白吗 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是在情感中 既依赖又独立的 在生活中也是 尽量地去做好 自己的事情 不给任何人添麻烦 不添麻烦 而不是说不互相帮忙 所以我想给你的建议 是放松地去享受感情 是你的 它就是你的 跑不掉 不是你的 你看也看不住 生活中不是同性 就是异性 你能阻止得了 别人去喜欢她 还是能阻止得了 她和任何异性的合作 既然我们不可能避免 那就像余老师说的 我觉得说得特别好 只能对内审视自己 提高自己的魅力 提升自己的魅力 让她眼里只有你 这是唯一的方法 靠勘 靠管 靠打 靠骂 没有任何意义 只能贬低自己 让自己形象 在对方心中 大使折扣 所以做好自己 这才是唯一能够 拯救爱情的方法 而男生 我觉得陷入如此境地 你占一大半的关系 你一开始就知道 这个主唱喜欢你 你一开始的行为 就边界感不清晰 你干嘛把自己 陷入这种麻烦当中呢 你知道你的女朋友 不是一个能够接受 喜欢的女孩 在你身边工作 或者是学习的人 你干嘛这么做呢 我就是因为喜欢音乐 你再怎么解释 都是苍白的 我告诉你真正的答案 你没有那么在意 因为你一开始就知道 会有这样的麻烦 你都一头栽着进去 所以从一开始 你并没有那么在意 你的女朋友的感受 就有今天 如此尴尬的局面 所以这个责任你要负啊 你要现在很在意她了 你就得想办法调整 你如果现在和当初一样 没有那么看重 没有那么在意这段关系 你就别怪她闹 也许闹到最后就是分手 所以给男生的建议是 无论是这段感情 还是其他的人际交往的关系 一定要从一开始 就把边界感搞清 不要给自己 也不要给别人惹麻烦 不要伤人伤疾 好吗 谢谢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坦诚回答我 你忘记在那天 给她唱生日歌 就送她那首歌 以及你还没有完成的 送给她的那首 复合的歌 的原因 是不想让主唱尴尬 有吗 没有 完全没有 没有 那你那天在她生日的时候 为什么不能唱一首歌呢 你怎么可能会忘记 因为这个乐队不是我一个人的吗 肯定不能就是 我相信如果你有这样的要求 大家都会愿意赞 你向他们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你根本没提吗 你没有因为主唱会尴尬的原因吗 你明明知道那个女生喜欢你 你在那样的一个舞台上 唱一首歌送给她 主唱会不会尴尬 你没有这个原因吗 事实上我们在很多情况之下 我们看见你很多的一些 态度都偏向了主唱 当自己的女朋友说 我唱得也好啊 你非常立刻地说 那还是人家唱得好 就是当一个女生 已经不顾自己的风度的时候说 那我也会唱歌啊 我唱得也很好听啊 在这种情况下 你已经看到她满脸的无奈 她是在为自己撑场面 你不假思索地说 那还是别人唱得好 更让我接受不了的是 她生病的时候 你去借钱 你什么意思吗 我不是说借钱本身是错误的 但在那种情况下 别人在病了的情况下 你向她去借钱 而且你非常堂尔皇之地说 我一个人不能耽误 整个乐队的进场 借钱是你的责任吗 你是你们乐队的经纪人吗 在女朋友的病 和乐队的正常进程面前 你再一次地选择了乐队 女生 当男人在热恋期 处于亢奋状态的时候 他做什么事情 你都不要觉得 那是因为爱你 你要看热恋退去之后 兴奋劲过去之后 他是否还能把你宠成女儿 从上场到现在为止 你处处都在告诉所有人 你离开他不行 但人家处处都告诉你 音乐跟你同样重要 爱情这个东西就是唯一的 没有唯一 就没有百分之百 对不对 我今天给你们提出 另外一个思考的角度 现在的年轻人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个 舍得的舍字啊 我觉得你们现在 在生活里要得太多了 你们舍弃点东西 你喜欢 你就把喜欢的这东西 玩得纯粹点 现在好多年 我喜欢打篮球 我非要交个女朋友 结果根本没时间 陪女朋友 天生地打篮球 这跟乐队是一样的 我把那个女主唱的事 撇在一边 是不是没有那个女主唱 你天天那么跟乐队在一起 你就满意了呢 你满意吗 肯定还是不满意 这就是年轻人的思维方式 你们现在要的东西太多了 女生是不是要谈那种 让人宠你的恋爱 告诉你个真相 是你爹也不可能 到左颜老师这么大 当爹的还能那么宠着闺女吗 已经宠不了了 那就是小女生的时候宠嘛 父亲对闺女都是这样 何况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呢 你们把生活活得简单点 不要要那么多 自己想清楚 做减法吧 来 接下来进入 抖音真情六十秒 其实吧 跟你在一起也两天多了 然后就因为主角队这个事 我确实可能有些东西 就是在某些时候 把你给遗忘了 我不那么重视你 我觉得 其实就是自己反思自己的话 这反正其实最重要的人 还是以前一直陪着我的人 而不是没有为自己 付出过什么东西的人 今天上这个节目 我觉得我确实就是 自己错的挺多的 我希望就是你能够 我们都能够好好想一想这个事情 好了 谢谢两位年轻人请回吧 来 请官们 男人是要面子的动物 总是不愿意展示自己的脆弱 男人不擅长流泪 但不是不会流泪 男儿有泪不轻痰 只是味道伤心处 更准确的来说 是女人没有给男人一个理解 而温暖的怀抱 否则男人会扑在女人的怀里 扑得像个孩子一样 让我们来看完这对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有请我们的小花图 有请 来 谢谢 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和各位请见证 没有谁能把你抢离我身旁 谁是我的成熟天使 为我能独占 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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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请回吧 你还是要遇得有我 哦 要不是你出现 我一定还在撑不住 哦 绝望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伊贝诗爱情保鲜器 有玩偶提问说 我和老公结婚两年了 每次去他们家呢 我都很勤快地做家务 帮他妈妈烧饭 他都觉得这是应该的 但他对我的爸妈 却一点都谈不上孝顺 就因为我父母住在郊区 他从来不主动去看望 最近我父亲生重病 他几乎没帮我一起照顾 我妈委婉地劝过我离婚 我很纠结 我该不该听我母亲的呢 日子是你自己在过 是否离婚 应该听从你内心的想法 而不是妈妈 你们的婚姻呢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你应该最清楚了 还是自己好好去想一想吧 去抖音拍摄分享 你的爱情故事 带话题 我要保卫爱 并at爱情保卫站的 抖音官方账号 你的视频就有机会 出现在节目中 由老师们点评指导 下载抖音APP 去分享你的爱吧 再一次的谢谢以上机构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你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